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知识产权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文本产权和一个和语料库知识产权 实际上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文本 文本就本来一篇文章发表了以后 是人家的本身所具有知识产权 另外一个你是收集到语料 建设成语料库以后 做成一个有标记 特别有标记的语料库以后 它本身就是要进行加工以后 那个库的一个知识产权问题 语料库的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我们说我们国家缺乏一些相应的一些法规来保护 那么到目前为止 语料库知识产权保护都是一个空白 这是一个对我们国家来讲 也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情 那么张浦老师 张浦我们说是语言大学的一个教授 现在也早就退休了 一个学术做得很好的一个教授 他发表过一篇文章 2003年的时候一篇文章 我觉得这段话他写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读一下 国家语料库的建设开发保护 应该是一种国家行为 在信息社会和数字化生存时代 我们要把语言资料的收集保护开发 提高到一种对待国家资源的高度来认识 国家要向对待人力资源 地矿资源 国土资源 森林资源 水资源 一样 对待语言资源 语言资源是国家最重要的信息资源 语料库的建设保护开发 要站在国家面向未来的一种战略决策的高度 要作为一种对待国家资源的行为 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纳入法治的轨道 我觉得这一段话实际上写得 就高度已经很高了 就说把这个语言资源 因为语言是反映了一种语言文化上的东西 看作和国土资源 分禁资源等等一样重要的一个一件事情 那么下面我们介绍几个典型的语料库 上面说了那么多都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 或者一些大面上的一些概念性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说一个具体一点的语言库 一个是布朗语言库 布朗语言库是20世纪60年代 弗朗西斯和库斯 那么在布朗这个大学建立的 那么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根据系统性原则 采集样本的标准的语言库 标准语言库 大概是100万词 那么这个规模也不大 从现在看来规模不大 这个语料是选择1961年 美国人撰写出版的一些普通语题的文本 这也是比较早的 大概是50年以前的事情 15种题材 共500个样本 每个样本不少于2000个词汇 1961年布朗大学出版了当代英语词评字典 就是根据这个语料库统计的 那么在70年代 Green和Robin设计这样一个磁性标注系统 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语料库开发的 这样一个标注系统 另外一个LC语料 空语语料 这是专门针对空语收集的 是伦敦大学他们做的事情 也是60年代 是由美国的 是伦敦著名的一个语言学家 然后QRQ组织完成这样一个项目 它收集了2000个小时的对话 和广播等口语题材 那么瑞典一些教授 也参与了这样一个项目 它大概包括87个文本 每个文本有5000个词汇 最终规模大概50万词 这个规模要小得多 但是想一下大家 想一下这个规模收集起来 要比那个文本收集困难得多 因为它是经过录音 录音以后再去整理 这要复杂得多 它包括了一些个空语对话 包括这样 一个是面对面对话 电话对话 所以你见不着面 另外一些个讨论 采访 还有一些辩论性的等等 那么然后呢 做这样一些整理 那么标准内容 包括一些语调 接律或者韵律 包括一些关键词 词类出现的次数等等 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关系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口语信息处理的一个 口语语料库 另外呢 一个叫郎文语料库 是郎文语料库委员会 前途来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它的基本原则呢 是尊重本座语言者的直觉 和语料库权威 向研究人员提供语料 英语 英国占了50% 美国占40% 其他说英语国家 占了10% 这主要是英语的语料库 它是书面语的 不是口语的 它选择是 就是说 1900年到20世纪 这样整个一个世纪的英语 那么它知识性的文档呢 占了60% 想象性的 你比如说一些科幻小说 等等占了40% 10个领域分布了 包括一些春自然的一些科学 春科学的 自然的和春科学的 包括一些应用科学的 社会科学的 世界实物的等等 大概是2800万词汇 这样一个规模 下面重点说一下 宾州语料库 宾州大学语料库 就是刚才我说的UPN 他们做的语料库 他们做了一个 非常大规模的一些 包括中文 英文 还有其他语种语料库 当然最主要是中文和英文 因为中文和英文是世界上 到目前为最受重视的 两大主流语言 这个网址 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 你可以进去看到很多 很多什么样的都有 是美国宾西班牙大学 计算机系 他们Language Data Resource 这样一个中心做的事情 计算机系 是这个Mark这个教授 主持人完成的 那么从1993年开始 做了一个300万词的 这样一个英语句子的 一个语法结构的 一个标注语料库 2000年完成第一版的汉语书库 2000年的时候对汉语进行标注 那么大概当时规模比较小的 10万个词 那么4000多个句子 这些句子都从我们新华 新华社那个新闻报纸上 拆下来的数据进行标注 然后呢 这个汉语的输入库呢 这是Chinese Tree Bank 就是汉语的竖 竖结构的这样一个文档 当中呢 汉语的词性 我就说的词类 part of speech 被划分成33类 23类的句法标记 说句法标记有23类 这样一个 他们做的标准 比如说就这样一个例子 这是上面一个句子 这句子 这句话就是我们从 新华社那个报纸上的一句话 他对这些话呢 每一 这个话进行切分 分词 他分开 给它标上 它是一个名词 名词是一个 代词性的名词 还是一个副词 提出的是一个动词 动词用这个微微表示 一是一个数词 CD来表示 系列是一个量词 句题是一个形容词 错词是一个名词 和是一个链词 政策是一个名词 要点也是一个名词 最后一个句号 用这个方法来表示 他把每一个句子都这样去切 切完了以后 都给它打上一个标签 词列标签 或者词形标记 然后呢 对这个句子 再进行结果标注 就标注出来 这个句子 用哪些端语构成的 你比如说 政策要点 是一个构成了 一个non-phrase 一个名词端语 然后和 是一个链词 不管它 这个地方具体措施 构成了另外一个名词端语 这个名词端语 和这个链词再加上这个链词端语构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名词端语 是吧 然后呢 一是一个数词 量词 量词系列 量词 一系列构成一个数量词 这个数量词和这个名词端语构成了这样一个 noun-phrase 这个 noun-phrase整个在句子里面作为object 作为编语 然后呢提出是整个句子的位语动词 还提出还是个副词 副词修持动词 还是一个warp phrase 一个动词端语 那么它作为一个主语 也就是整个句子变成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说一层一层大家看到 这是最底层的 是吧 底层 那么这是逐步往上走 然后两个小的成分构成一个大的成分 名词端语 逐步形成这样一个大的单位 那么整个是一个竖状的一个结构 所以如果把这样一个结构 我倒过来画一下 就正形成这样一种形状 这是一个适应性的 实际上它的存储的时候 就像刚才那样放的 是吧 政策要点构成了一个noun-phrase 然后这个具体措施构成另外一个noun-phrase 这个noun-phrase和这个noun-phrase 构成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noun-phrase 然后呢 一系列是数量词 数量词和这个构成了一个 和这个noun-phrase构成一个 这个新的一个noun-phrase 整个句子里边做object 做宾语性的一个名词端语 这个动词和这个noun-phrase构成了一个大的位语动词 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宾中书库除了对这样一些基本的数 就是说整个句子构成这样一个树状结构以外 它们还标了一些个命体 命体库 就是说加上一些语音信息 大家想一下在那个句子里边 这个句子里边你注意到 它只是告诉你这个句子 谁和谁构成一个名词端语 谁和谁构成一个动词端语 它并没有告诉你这个句子的含义是什么 是吧 没有语意 语意东西在里边 那么这样的话 你对语言理解来讲 如果缺乏语意信息的参与 你顶多只能知道这个句子的结果 是谁 哪一个词修持哪一个词 这个你可以分析出来 但是你并不能知道 这个句子本身的含义是什么 所以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他们做了一个叫Proposition Bank 简称叫Propo Bank 那么它是一个加上语音信息后 以后构成的一个命体库 它的基本观点认为 输库仅仅提供句子的结构信息 句法结构信息 对计算机理解人类语言是不够的 因此Propo Bank的目标 对语言数当中的句法节点 标注上特定的论员标记 这argument label 论员标记 那么是它保持语意角色的 这样一个相似性 举这样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John broke the window 那么它这个句子实际上反映什么呢 这个事件是一个搭碎 就是完成这样一个动作 它的这个事件制造者 或者说死死者 是什么呢 是谁呢 John他干的这个事 那么受试者是什么呢 是window 就是说接受这样一个事件发生的结果 说成熟这样一个事件发生的结果 是谁呢 是窗户 是吧 是窗户被打 最后整个这个句子的含义呢 是窗户被打碎了 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下面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句子当然比较简单了 是吧 这个句子稍微复杂一点 就外商投资企业在改善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发挥着显著作用 这样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它要来标注 它首先呢把这个句子结构呢进行分析 分析形成书库 大家看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就这样一个树结构的一个一个库 就每一层都很清楚 是吧 出口商品结构构成了一个名词端语 对吧 中国是一个专门表示国家名称的这样一个名词 那么它作为修饰成分 它这个成分和这个名词端语构成了一个新的名词端语 在这里面也充当一个object 是吧 充当一个冰语成分 是吧 那么改善是一个动词端语等等 每一层很清楚 这个地方我为了好看一些期间 我用这样一些虚线画出来 那么整个句子分成一层一层这样 是一个树造的一个层次化结果 整个句子实际上分成三大块 一个是猪语 一个整个的位语动词 位语动词当然包括整个的猪体这大块 最后一个结束 标点 这样一个结束 那么整个这是一个竖结构 我为了明确一下 就是看看每一个这个结构当中 每一个词在句子当中的顺序 我给它一个编号 是吧 在句子当中 你说外商 我从00号开始编 0号 1号 2号 3号 等等 不要编上号 那么这个地方我为了 让你看着比较明确一点 就是告诉你这一个词 你说这个词在整个句子当中 第十个词 对吧 这个作用在整个句子当中 第十四个词 从0开始编 编好了以后 我要用这些标记 对这个树的节点进行标注 它标了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树上标这样 它要标这个核心动词的 一些个信息 因为我们说一个句子的最主要成分 就是以位语动词为核心 在整个句子当中发挥 是一个位语动词 是做核心 最核心的动词 当然改善也是一个动词 但这个动词 大家看 它并不是一个整个句子的核心 而是后边有一个小编语当中的一个动词 但是那么现在我们主要看这样一个发挥总标 这些信息标是什么样的含义 它每一个数据都是有含义 这个含义是告诉你文件名 就是说这一句话 说春放的那个文件的名字告诉你 然后后边这个是告诉你句子编号 就是这一句话 在这个文件当中第四个句子 下边告诉你这个词句号 就是说发挥这个词 在这一个句子当中是第十一个 大家看第十一个编号告诉你 然后后边这一句子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因为这一个标注是用人手工来标的 他相信人手工标记是不会错的 当然因为标注的过程当中 都请的是一些语言学家 或者专门从事语言工程的人 专门干这个人 干这个事的人做的标注 所以他认为是一个标准 是一个标准 是一个不会错误的一个标准 然后呢 下边这些信息呢 这个标注是个发挥 这个动词是一个整个句子的核心动词 它的这个框架类型 框架类型什么意思呢 因为每一个动词可以采用不同的使用方法 方式 有些时候呢 你比如说有些词他可以带双笔语 是吧 你比如说给 给你一本书 给你是一个智解笔语 书是一个见解笔语 是吧 他可以带两个名词 有些不可以带两个名词 但是呢 有些他可以做不同的含义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有不同的框架来表示他 就要有不同的框架来表示 所以这个发挥呢 在整个框架里边呢 分有两种不同 一种他作为一个agent 就是说一个事件的实施者 就是说他要产生这样一个作用的一个主体 那么他所现在的这个 我们以为Argo0来表示 就是说这个参数Argo0是一个主体 他要就发挥作用的那个主体 发出者 那么最后产生的是什么 产生的是影响 或者说这个效用 或者说特性等等 发挥这样一些 你比如说举着这样一个例子 他是中国银行 今年中国银行能将继续发挥 其在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方面的 渠道作用 那么这个就是中国银行是一个agent 就是说他要来发挥这样一个一个作用 他是一个组织机构 他是一个产生这样一个效用的 这样一个主体 所以他是Argo0 那么在这个Argo1是来发挥的什么呢 发挥是这样一些个作用 那么后边是一些个修饰成分 ArgoM表示Modification 是一个修饰成分 修饰成分TM表示时间的这样一个修饰成分 能也是一个修饰成分 但是它是一个副词性的修饰成分 Advore 那么这个酱也是一个副词性的修饰成分 这个发挥才是这个词本身 它是做这样一个表 这是其中的一个框架 这是一个框架 那么发挥除了起这样一个作用以外 作为一个主体 作为一个主体 表证这样一个主体能够产生这样的效用以外 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说来表示这样一个某一个行为 或者说某一个结果是由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发出者所产生的 那么叫Exert 就是发挥者来生死这样一个作用 也是一个作用或者一些潜能 比如说这句话当中 它说都发挥了较高的水平 这个水平是由这些人发挥出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ArgoLing是这两个人 它是发挥的是这个水平 起这样一个作用 这两个大家看不是太好区分 不是太好区分 你仔细琢磨琢磨稍微有点差异 这个地方是发挥的水平啊作用等 那个是只是某一个主体 或者某一个尸体来发生的作用 这个是往往只是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系统来发生的作用 稍微有点差别 很细微的一些差别 那么在这个句子里边 它采用的就是说 零一那种标记 它是认为发挥的是整个作用 整个经济上发生的作用 后边这一个参量呢 表示是ArgoLing ArgoLing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的七色位置 和上树的深度 七色位置大家看从零开始 零就是说从零二次 外上开始 它上树 上树就是说 如果从树这个结构上来看 它都往上走 是吧 往上走的话 它深度上升一层的话 大家看往上一走的话 就是到外边这个层 到外边就是这一层的话 就是MP Subject 是吧 就是相当于一个 这个MP 这个名词端语 是作为一个ArgoLing 作为ArgoLing是什么呢 ArgoLing就是这个发挥的一个 起作用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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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者 那么也就说 外商 投资企业 在整个句子里边 是ArgoLing 是个 Agent 然后呢 这个 这一部分呢 就是一个 是一个 修饰成分 大家看 一位ArgoM 是一个修饰成分 修饰成分告诉你是一个地点 是一个地点 location 地点 这个地点呢 是用哪一个词来表示呢 大家看是第三个词 第三个词是一个在 这个词 在也是上述深度为一 要再往上 也就是往上走一层的话 就到了这个 整个是界词端语 PPTMP 是吧 上一层到这个地方 这个PPTMP实际上是包括整个 这个子结构当中 整个这一个子结构 所以说 它表示说在 该山中卧出口商品结构 当中 整个在这个结构当中 它发挥作用 那么这个地方告诉你 这个修饰鱼是整个这一块 然后呢 下边这个 是一个受试者 告诉你 ArgoE 已经定好了 ArgoE就是一个受试者 就是它成熟这样一个 结果 或者说作用的一个承担者 它的位置呢 告诉你也从第三个词开始 第三个词我们就是显置 显置这个词上述两层 上层的深度 上层一层到这个地方 再上层一层就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到这个地方 就是NPOBP NPOBP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两个字 显著作用 因此呢 也就是说显著作用 这一个端语在整个句子当中 它是一个ArgoE 作为一个承受者 就完了 整个标注是这个 后边这个没有特定的含义 后边只是一个结束标记 就是说它的第十一个词 这一个结束 就是说相当于前面这一些 参量描述都是关于这一个 第十一号词的 这样一些描述 就作为一个 再强调一下它的位置 第十一号词 结束 就说在这一个Proform Bank里边 每一个句子都做这样一些标记 首先对这个句子进行一些分词 分完词做词形标注 做完词形标注以后 标注它的句子结构 标完句子结构以后 对这个句子的每一个节点 进行这样一些语意角色的标注 因此这项工作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 非常大 你想一下标志这样的句子 有些时候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困 特别是句子很长的时候 那么因此这些年来 就是做这个语意角色标注 也是语言处理里边 非常热门的一个研究方向 因为你整个句子 如果能够被每一个节点 每一个句子当中 句法结构里边的节点标上 达上这些标签 它到底是十四折 还是受试者 还是一些修饰成分 实际上你如果能够把一个句子 给它表上这样一些标签 证明你这个机器 就能够对这个句子进行理解 是吧 否则的话 你如果不理解这个句子含义的话 你就没法来完成这样一件事 因此呢 怎么来标这个语意角色 是目前研究非常热的一个方向 也是对整个语言处理里边 非常有用 因为你标上以后 大家看 如果一个句子被标上这样一些信息 你来理解这个句子的含义 或者你要翻译的话 就变得简单多了 是吧 是吧